因為今年的五中全會 當然是為2022年它的二十大做很重要的準備的 因為根據中共的很多的慣例 都是現在要討論下面的重要的議題 人事安排 尤其還有接班人的問題 因為畢竟習近平已經就任兩屆了 但是目前來看 因為中國有很多的矛盾在疊加 不僅有黨內的 剛才我們提到的包括李克強跟習近平的政府內部有矛盾 而且紅二代就是中共的高級官員 他們的後代對中國的走向和今天的當下的處境 也是有不同的看法 也有矛盾 更重要的是還有中國的社會矛盾 現在在不斷的爆發 因為畢竟中國今年的經濟了 是遇到它過去30多年來最困難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全球的 我剛才也提到過的這種矛盾 所以我認為10月29號開的這麼一個會議 會成為一個場所 讓這些矛盾在那邊急劇爆發 至於習近平能不能夠完全掌控 能不能夠加強自己的地位 那麼現在來看 有不利的因素 那麼也有有利的因素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相信就是反習的這些人 那麼一定會通過任其制 通過集體領導 還有通過對目前中國當下的政治經濟外交的 諸多的困境和危機問責 那麼會給習近平施加壓力 然後再次補充電視 再次補充電視 可以把這個記憶放在這裡